长期活跃在台美社区素有抗议天王之称的 盛东台湾同乡会前会长沈培志 最近因为肺炎引发了器官衰竭不幸辞事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以及以总统兼民进党主席之名远程送上了晚联 深深的遗憾失去了一位长久以来 不忘为故乡打拼的民主斗士 任志弹都知道他有很多不妥协的坚持 所以有时候南部会得罪人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爱台湾的心思 不容怀疑的 他在我们台湾会馆的董事会里面 做出很多奉献 虽然说他身体已经非常不好 但是到最后一秒他都还一直在做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好祝他一路好走 黑白横幅追议沈培志 生前从未停止的爱国脚步 肃静的小教堂内亲属以及社团好友 纷纷对他质疑最后的哀思 为台湾拼斗的信念和行动力 民主斗士他当之无愧 如今终于安息 但是这份爱国之心 永远是后辈效法的典范 我们下期待会议沈培志 我们下期待会议沈培志